小萍教授和大家說說 如何關愛有記憶障礙的老人家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我是何雲 大家好,我是鍾醫生 鍾醫生,大家都知道 我們國家已經進入老齡化的社會 而且專家說 2025年,我們國家會進入 深入化的老齡化社會 是,隨著老齡化的社會進入 我們老人家出現的問題 就會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需要社會的關注和重視 除了甚麼心腦血管疾病 又或者常見的高血壓、糖尿病等等之外 其實還有一種病魔殺手 是令老人家非常痛苦的 不僅老人家痛苦,家人也很痛苦 因為照顧增加了很多困難 而且這種病情上升的趨勢 全世界已經有800萬患者 究竟是甚麼病呢 先說之前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三位嘉賓 他們分別是我身邊的這位… 洪哥 洪哥,歡迎你 大家觀眾好 是 旁邊就是資深主持人造詩 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旁邊這位,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 是,我們來自這本 吃豬三角節目的主持人叫兆毓 大家好 英俊毓 是 三位代表三個不同的年齡階段 但我們今天說的這種病 跟三位目前來說 應該沒甚麼關係 應該沒甚麼關係 老年痴癌症 是 其實想問三位 有否接觸過類似這種病人 或者身邊有甚麼朋友會這樣 對這種病有了解嗎 我身邊的親戚沒有 但有聽聞是我朋友的家人 有這種病 家人要輪著排班表 去照顧老人家 真的會比較辛苦 我每次做完健康百分之後 我都會拿一大堆數據 說服我父母做這個檢查的檢查 今天我知道我們會有更多訊息出現 我想我也要回去檢查一下 家裡的老人家 到底有沒有老人痴癌的傾向 我覺得老人痴癌 暫時可能沒有 但神經質,你已經有一點… 沒有記性 好的,洪哥呢 從我的角度看 因為我經常在全國四處走 接觸家庭比較多 可能對我的行業來說 是有一點關係 其實老人痴癌的部分 我們其實覺得很多家庭 因為有這樣的病態發生了以後 真的覺得很痛苦 其實可以預防的情況下 我希望所有的聽眾 或者從什麼預防方面開始著手 或者提早做好疑判 更多根據自己的年齡段來講 做好前期的疑判、檢查 發現有病早點治療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老年痴癌 怎樣早識別、早診斷、早智年 早受益 早期干預、控制病情發展 馬上請出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神經內科主任 記憶門診專家潘小平教授 說到老年痴癌症這種病這麼可怕 很多人都想知道 怎樣可以早期發現它 又或者早期干預它 對,很多時候 老人家說他沒有記性 是吧 或者做事好像有點反常 古靈精怪 那究竟老年痴癌症早期的十大症狀是甚麼 我們請教一下潘教授 我們知道老年痴癌 或者我們稱之為亞爾遲海脈病會好一點 亞爾遲海脈病是老年痴癌中最多的一種病 這種病早期的臨床表現 可以表現為 譬如我們說記憶力下降 這是最突出的 記憶力下降 可能有些年輕人會說 他哪裡記憶力下降 他幾十年前的事記得很清楚 但幾十年前的事記得很清楚 但剛剛今天或昨天發生的事 他忘記了 譬如昨天才帶他去展法 他今天又說 你何時帶他去展法 類似這樣的 我們說近視為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性格的改變 原來很溫暈、很斯文的一個人 或者平時是一個很相處、很相遇的人 但他的性格突然變得很暴躁 或者很計較 或者變得很不修偏風 這樣的時候人格的改變 或者變得很淡漠 對人莫不關心 出現這種性格的改變 甚至有些行為的異常 就像我們炒菜一樣 炒菜一般理論上都是先放油 他會先放菜 或者煮飯會放米,不放水 類似這種情況 我們說是暖籠 對,還有最多是開上龍頭 忘記關 這些都是幾乎不好的表現 幸好不是開上龍頭 很多早期的症狀 而且有時候他見了人之後 這個人很熟悉 他肯定記不起他的名字 我們年輕人有時候也會 是 叫口邊也叫不出來 但只要有人提醒 我便是那個人,對… 但老年輕人早期 你提醒了他也會說 是嗎?我以前見過他嗎?我認識他嗎? 他會完全忘記 所以老年輕人早期的一些症狀 我們說的是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 譬如說他電話 兒子的電話最重要 兒子的電話他現在忘記了 以前記得很熟悉的 現在忘記了 或者是去銀行拿錢的密碼 一向都是自己拿錢存錢的 現在的密碼忘記了 還有一些例如坐車 我從這裡去那裡 我每天都坐開的 都是要坐那路車的 他現在搞錯 或者是該下的站他不下 早一個站下 或者是遲了一個站下 等等這些我們說 他處理他日常生活的那種能力下降 這些都是早期的 這個亞爾座海脈病的一些症狀 老年痴癌症 最早期表現為記憶障礙 近期的事不記得 就算經過提醒都醒不起 遠期記憶相當好 十多年 甚至幾十年前的事都記憶猶新 初步了解了一些老年痴癌的相關知識 接下來考下各位觀眾 以下哪一項 可能引起老年痴癌病的精神行為 A、淡漠 B、激穴 C、抑鬱焦慮 D、怡怒 老年痴癌 艾滋海脈病 有三大我們診斷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日常生活能力下降 我們剛才說的 第二個就是精神行為異常 這個精神行為異常 就是人格的問題 人格改變問題 剛才我提及了 這些屬於人格的改變 精神行為症狀 淡漠、激穴、耳磨、抑鬱焦慮 這些都是 還有一個很特徵的就是妒忌 猜疑 我有個病人很典型的 他幾個兒子都很有出色 是那些老種的 自己有別墅、有甚麼的 他爸爸老年痴癌 兒子看到媽媽很辛苦照顧他 動員太太就搬回家 就想幫忙媽媽的負擔 結果老頭子就拿拐杖去打他 就說你自己放著別墅不住 你走回來住,你做甚麼 你還不是想謀我的身家 有甚麼目的 對,這些都是猜疑、疑怒 這些表現 很多老年人 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記憶 不重視,不就診 當痴癌症狀明顯之後才就診 往往錯過了早期診斷 和治療的最佳時機 接著考考大家 以下認知狀況 同時出現幾個 可能患了老年痴癌呢 A,學習和記憶下降 B,語言障礙 C,視空間障礙 D,推理、判斷和執行功能下降 E,人格特變 其實我家裡的老人家 真的好像五樣都中 但相算不錯 好,可以的 懂得煮飯 對,人格特變 整個家人的細菇 對,但真的這五點 我都覺得有這種通膜度 你們說大概有幾點是一定有的 B和… 是否證明他已經是老人癡呆 B和E應該是這兩個特別一點 如果有這兩個都會中的 這兩個都基本上差不多 其實這五點之中 只要有一點 就應該要考慮到有這個可能 就要做這個檢查 但其他事情都很正常的 是,那就是早期 等到晚期,這些全部都出來了 剛才提到視空間障礙 視空間障礙是說 他到了這個地方 他不知道這個地方是甚麼地方 譬如說去醫院,他不知道是醫院 有時候我們問鼻鼻蘭 我們穿著白帶衣 這裡有護士,有姑娘 你知道有甚麼地方嗎? 他不知道,你給我三個地方選擇 市場、商店、醫院 他都選不到 選不到 這樣也不想… 就是減三次這種 我讓我爸爸眼神不好 這個已經很晚期 這倒是 定向力掌握 一般人都認得到,對吧 其實除了露蓮痴癌之外 還有一種痴癌叫做血管性痴癌 我想請教教教授 其實這兩種之間有甚麼區別? 我們說老年期痴癌是一個種稱 老年期痴癌裡 大約65%的病人 是老年性痴癌 就是我們說的亞爾士海蜜病 另外有20%至25%是血管性痴癌 還有其他的,譬如柏金森痴癌 在這個痴癌裡 最大一部分 百分之65%是癌痴海蜜病 也就是叫做老年性痴癌 它跟血管性痴癌有甚麼不同呢? 血管性痴癌就是多次反覆的中風 還有有一些長期的血管合宅 血管性痴癌,供血不好 導致它的認知功能 我們說是階梯下降 一段時間差了 經過治療後,它變得更好 然後再來一次中風,它變得更差 經過治療後,它變得更好 更好,再來一次中風,它又變得更差 就是一個階梯 反覆來做 是否不可逆轉? 有一點痴癌 走下坡路 可以有一點痴癌,但不回復正常 下次再中風,它又變得更差 我們說這個病情是階梯向下 走下坡路 對,老年性痴癌也是下坡路 但它沒有階梯 老年性痴癌就是這樣 一直去,斜坡路 用藥,它就更換一點,更慢一點 如果不用藥,它就直接抖下來 我想問剛才提到老年痴癌症 那種普遍會有點糊塗,意識不清 跟健忘有甚麼區別? 其實我們正常的老年人 他也會有幾乎下坡的健忘 但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他如果不記得那件事 經過旁邊有人稍微提醒他 是呀…他很快會記得 他不會忘記整件事的傳聞 但老年痴癌的病人 在中晚期的時候 他就完全否認,甚至連兒子也不認得 所以老年痴癌跟正常的健忘 他是有不同的區別的 我們老年人年紀大了 慢慢慢慢記憶會差一點點 但只要旁邊有個環境 或者有人有甚麼事 稍微一提醒,他就會記得起 不一樣的,跟老年痴癌症 如果一個不幸 真的有了老年痴癌症的話 應該將他放在家裡 由家人來照顧關懷 還是應該送去專業的醫療機構 或是老人院幫助治療呢 我想應該也要先看看醫生 因為我們現在醫院 很多大醫院都開了這種專科 而且專科還有專門的醫生 來對病情進行評估、判斷和指導 究竟醫院這種患疹是稱之為甚麼 又應該怎樣治療呢 馬上看看這段影片 我各老年痴癌的發病率逐年增高 目前已經有800萬人 比歐盟患一種病的綜合更多 而且每年增加100萬人 老年痴癌僅次於心血管病 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居第四位 2025年左右,中國達到老齡化高峰 而當前已經進入了 人口深度老齡化階段 現在在廣州的各大三甲醫院 其實都已經開設了記憶門診 並且在記憶門診中 免費為患者派發黃手環 一種黃手環可以幫助社會大眾 識別老年認知障礙患者 進而提供幫助 其實老人家一向是記憶不好 我怎樣才可以判別 我甚麼程度才帶我家人 老人家去看看呢 怎樣的老人家需要去看記憶門診呢 記憶門診又是甚麼時候開診呢 怎樣測試出老人是否患有老年痴癌呢 下一節回來,專家告訴你 大眼加刀 全新歐萊雅大眼甜心字無辜 獨特絲絲踩頭 上節捲竅 下節分明 大眼有理,賣萌無罪 大眼甜心字無辜 來自巴黎奧雷雅彩妝設計師 看白電鋒 到廣州新世紀白電鋒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其實老人家一向是記憶不好 我怎樣才可以判別 我甚麼程度才帶我家人 那些老人家去看看呢 剛才我們前面已經說到 有記憶力下降 特別是以近視為盲為主的這些病人 或者他現在的性格 有些轉變的時候 你就要有這種意識 帶他去醫院西餐 醫院基本上就是神經科 或者是精神科 有很多大醫院 就有記憶障礙門診 記憶障礙門診 就像我們試的醫院一樣 我們逢星期二、星期三 都是有這個門診的 病人來到之後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相對的量表 讓他自己去做一個檢測 好像這些量表 他日常生活能力的量表 他有分程度的 有一、二、三、四 一就可以自己做 二就是有些困難 需要別人幫助 第三就是要別人幫助 第四就是根本自己做不到 他有分四個層次 自己哪些可以做 哪些做不到 他自己打分 打分是有個界限分 如果我們正常的話 他分文化程度不同 大學以上的文化程度的話 這個至少要有21分 我們認為他就有問題了 如果是75歲以上的老人家 我們這個分數就放得寬一點 可能到75歲以上的老人家 25分以來我們算是正常的 如果是我們四十歲、六十多歲 這個年齡短的人 基本上就是21分 是一個界限分 你至少要有21分 如果你不到21分 你便有問題 如果我完全沒有文化程度 我從來都沒有讀過書 那這一類的人 不管他什麼年齡都好 都是23分到25分 如果你不能達到這個分數 我們認為可能會有問題 下一步我們還要做很多檢查 我想可否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能量表的內容分別 是代表了什麼意義的 其實這裡只不過 我們是亞爾次海默秘 即是老年性痴呆的 三大症狀裡面的一大症狀 就叫做日常生活能力 也就是一般的日常生活能力 譬如說這裡定時去廁所 這裡所有人都會 急著就去 打電話 他懂不懂處理打電話 或者他可不可以自己藏在家 如果他自己藏在家 他覺得很害怕 那又不行了 譬如說他能不能自己洗衣服 可不可以在室內平坦的地方 沒有樓級的地方自己可以走 還有可不可以自己穿衣服 脫衣服 吃飯、吃藥、做家務等等 就是各方面的日常生活的能力 他到底可以做到多少 他全部有分數的 有分數可以做的 很簡單 自己剃剃或者家屬剃剃 也有個間限分 你突不到那個多少分 如果你是家人擔心他 你就拿這個回去給他剃剃 如果他文化程度上是大學生 文化的 他21分以上的 你不用擔心 我家裡有個老人家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嗜好 就是儲電話 我們有一套太樂禮電話 他就會說 你這個電話要不要我給我 我問你有幾個電話 我只有一個電話 他有三個電話 而且都是在用的 這些算不算是 老人癡癌症的一個前兆 老人癡癌症其中有一個症狀 就是精神惡畏異常 裡面的一個症狀 就是有些收集癖 但你到不到癖 這個要搞清楚 是不是病理狀態 或者有些人喜歡收藏 有些老年癡癌的老人家 就真的很痛苦 家人很痛苦 因為他家裡很有錢 家裡很漂亮 撿垃圾回來 是的 撿垃圾 這個真真正痴癡 撿很多垃圾 撿很多垃圾 家裡是不用的 用不著的 他撿回來 說這麼漂亮 不要浪費 這樣放在那裡 家裡變成垃圾乾 這個就要拯救了 真的有問題 其實說到記憶門診 我想知道 除了你說的市民醫院有之外 還有哪些醫院 是有這些記憶門診的 基本上 廣州市的大三甲醫院 都應該有 比如說中西醫院 省人民醫院 港醫醫院 都有的 潘主 剛才在短片中 看到老人家會打一個黃手帶 其實這個黃手帶 是代表著甚麼 我這裡也帶了一個例子 這個黃手帶 如果確診了的老年之外 我們被病人帶在手上扣著 扣著的話 這裡有一個二維碼 這個二維碼 現在每個人的手機 都有這個掃二維碼的功能 你掃這個二維碼的功能 裡面就可以把病人的資料 聯繫電話放在裡面 還有一些老年性痴癌的預防 護理的知識在裡面 家人可以看 同時萬一 這個老年痴癌病人走失了的話 我們所有人只要看到這個黃手環 我們知道這個是 是一個阿二維碼病的病人 同時他如果很迷茫 在街上找不到人的話 你可以替他掃一掃這個 你就可以知道他家人的聯繫電話 請給他幫助 不用掃這個牌子 不用掃這個牌子 其實是信息 對… 這個黃手環有兩代 第一代沒有這個二維碼 只有這個黃手環 看到黃手環就知道這個病 可能阿二維碼病了 你就要留意他 我想問教授 這個黃手帶 是否全國同一星的一個標誌 我們在全中國 如果看到有人戴著這個標誌 其實就是老人痴癌症 現在是提倡 就是老人痴癌病 都帶了一件事 這件事可以免費 在各大醫院的記憶門診 免費 現在目前免費派送的 這個老人痴癌症 用科技的手段 的確可以解除大家的困惑 提到很多方便 但有些朋友說 其實這種病從發現到死亡 其實會不會時間很短 也有人說是三至五年 就結束生命 是這樣嗎 一旦他發生了老年痴癌 你不干預 即是不去治療 不去護理他的話 他就很容易 你想想他又不吃不喝 他不知道餓 如果你沒有人關注他 沒有人照顧他的話 他可能就… 很多意外 餓死他 或者他一天吃一頓 兩天吃一頓 他有很多功能 就出現問題 所以他不是老年痴癌 這個病本身導致他三、五年死亡 而是他很多其他器官的病發症 導致他三、五年病情就會加重 最常見的就是肺部感染 那如果早期干預的話 可不可以將這個仇命延長十年 老年痴癌的病人如果是早發炎的話 早治療家人的護理 還有心理護理 生活護理各方面做得比較到位 藥物也比較按時吃藥的話 完全可以病情延遲十年甚至十五年 我有例子就是 我很明顯我有兩個病人 兩個都是女病 年紀差不多 一個是教授 他的子女全部出國 他老伴就過世了 他一個人生活在廣州 另外一個是他兒女很孝順 都在身邊 兩個病人在同時看病 我同時都篩查了之後 診斷了他都是老年痴癌 這兩個都是這樣跟他說用藥 都是這樣 但是老人家兒女不在身邊 他不捨得花這麼貴 他說我現在還可以 我現在還可以 我不覺得我有甚麼 我就是記性差一點 他沒有按照我們的吩咐 堅持用藥 結果七個月、八個月 兒子從美國回來看到 為何媽媽變成這樣 可能不認得了 為何媽媽變成這樣 然後再帶他來看 我們跟他說,看病歷 八個月前我們已經叫他認真吃藥 但是他不吃 但另一個病人同樣是差不多的程度 但兒女在身邊 有個家庭的氛圍 關懷,而且一直叮捉著他吃藥 病情並沒有太大的發展 惡化 所以這是很典型的兩個例子 我經常拿出來說這兩句 很典型的例子 我想問老年痴癌症很多都會 在不知不覺當中就失憶了 怎樣去判斷最佳的一個就診時間 其實剛才提板的五點 其實隨便有哪一點你都應該去看 這四個症狀和下面這些 只要有一條 你都應該去我們的記憶門診 去做一個… 篩查 篩查 但這四個情治上的改變 可能是要跟他之前的行為對比 有些人就算沒有老年痴呆後生 他也很容易怒 也容易發火 也扯火 其實有沒有一個年齡層次 到了哪個年齡層次 我們更加要重點去篩查一下 這個問到點子上 因為老年性痴癌 顧名思義是老年性的痴癌 一定是到一定的年齡層次 我們一般來說 60歲的人群 他的老年痴癌的發生率 大概是4%左右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這個率是乘倍增長 如果是80歲以上的人群 就只剩下10%到10%以上 即是10個人裡面都會有一個是 如果90歲 如果是90歲以上的人群 中國現在的普查 三分之一的人是老年痴癌 是老年痴癌的發展 絕對,一定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養老 我們中國叫做居家養老 居家養老其實就是這個 中國人家的氛圍 多點關心 他跟第三代的多點交流 跟別人多點說話 如果是他喪偶單親 一個因的留人 他患老年痴癌的可能性 又會高很多 文化程度低人 他患老年痴癌的機率又高很多 所以家營的關心 那種交流顯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居家養老不行的話 我們機構養老都可以 機構養老大家這麼長一年多 我們適合自己的 有個盤,聊天 一起聊天 一起打麻雀 打牠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其實對氛癌是有幫助的 我問教授,老人痴癌症 其實對人生,整個矩跡 成長過程,或者生活環境 其實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甚麼人容易得老年痴癌呢 老年痴癌和抑鬱還有健忘 有甚麼區別呢 吃甚麼和不吃甚麼 對預防老年痴癌又有沒有作用呢 下一節回來,專家告訴你 健康知識每週學,人人都不想錯覺 中醫教你怎樣養生 實醫教你怎樣疏心 身心健康很重要 眾實醫專家齊上陣 傳授養生保健知識 探討健康長壽之道 想第一時間了解最專業 最權威的健康資訊 想學更加實用的養生保健知識 記得要癡實 廣州廣播電視台中學頻道 逢星期六下週17時10分 播出的健康100分 廣州新世紀白電風防治研究院 老人痴癌症對了人生 整個舉積、成長過程 或者生活環境 其實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的科學研究中發現 如果有個重大的外傷 或者重大的創傷 這個創傷包括心理、身體 都是容易患老年痴呆的 我們說容易發生老年痴呆 有幾種原因 首先第一個是遺傳 這個家族中 曾經有人有過這樣 那你就要小心 第二個是低文化程度 第三個就是高脂、高油的飲食 我們現在遺防老年痴呆 其中有一點就是地中海飲食 所謂地中海飲食 大家知道是低油、低鹽 而且多吃海魚 多吃海魚 國外有研究說喝咖啡 可以 可以遺防老年痴呆 還有我們一天一飲 紅酒 一點點紅酒 一個星期一次的魚 這些都是對預防患老年痴呆有幫助的 你說如果他生活上有重大的刺激 重大的生活事件的刺激 還有有一個腦外傷的刺激 他會比其他人…肌率高一點 我們經常說老年痴呆症和柏金心症 其實是兩件事 實在不同 對,但也想了解一下 這兩種症究竟有甚麼明顯的區分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得了兩種症都是糊塗糊 記性不好等等,比較類似 老年痴呆和柏金心病 它都是老年老推化性疾病 但柏金心是一般來說 是不影響智能的 它能夠處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你認得人嗎 它只是比較討論 但它是可以處理自己的事 記憶力各方面不會受影響 當然柏金心痴病的晚期也會有痴癌 這就叫柏金心痴癌 跟老年性痴癌是兩個不同的病 治療也不一樣 其實說到這個老年痴呆症 何時去干預 我覺得可能人的更年期 會是一個挺好的界限 對,當人的更年期後 可能他的激素水平 身體狀況發生了一些改變 可能這個時候 作為子女或後輩 家人就要開始關心你家的老人家 適當地進行評估一下 立刻看看短片 看看短片裡的主人翁更年期後 發生了什麼事 給我眼鏡進去哪裡 你剛剛才戴著 對,不知道放在哪裡去 一下子就不見了 什麼味道,媽媽 你煮什麼煮焦了? 是嗎? 是呀,我煮豬腳了 煮焦了 你現在怎麼整天都不記得關煤氣 真的瘋了 那隻爸爸的兒子要什麼名字? 怎麼搞的? 這麼快又不記得自己慢慢想 媽媽 爸爸,媽媽最近整天都不記得關煤氣 他是不是有些老人癡呆 要不要帶他去看門診 傻瓜,媽媽適合更年期 怎麼這麼快 至少八、九十歲 你多點提醒他就對了 有什麼 各位觀眾,你們又怎麼看呢 我看他的年齡 又真的恐怕是更年期而異 如果這麼早送他去英門診 我覺得對他的心理 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其實如果你要診斷他是更年期 他還有其他症狀 譬如說有沒有潮熱 有沒有霧汗 還有脾氣怎樣 還有很多的結合 所以這件事我個人認為 應該第一時間去醫院 第一時間去醫院 要抽抽激素 你的激素水平是否下降了 然後做一個認知功能的篩查 因為你的認知功能篩查 對病人有什麼傷害呢 看看他有多少分 如果真的的話 你早點去干預他不好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 要是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 已經接二連三 出現不記得煤氣 電話號碼 又不記得 又不記得 這樣的情況 應該都是去醫院做個篩查 因為更年期也好 或者抑鬱症也好 它都可以出現幾一年下降 很多病會出現幾一年下降 不一定就是老年性痴癌 所以你去醫院找醫生做個篩查 如果篩查完之後 正常腦的健忘 正常腦的退化 沒事的 那就放心吧 之前也有說到 老年痴癌症的情感行為方面 會有些異常 譬如是熱怒、激穴等等 怎樣去分辨他 究竟是抑鬱 有些異常痴癌症 或是老年痴癌症的情感行為以上 這兩個病的鑑別診斷有很多 譬如是年齡 你二十多歲 哪有老年痴癌 或者大家都是老人家 有些生活事件的打擊 近期 還有抑鬱症的病人 因為他抑鬱症不是完整的 經過提醒他會記得 他可能對某些事物不感興趣 但不代表他不認識 但老年痴癌病人 他是不認識 他感興趣而不認識 但抑鬱症是不感興趣的 但你一定要去做 他能做到 就是完全不是同一種疾病 這件事專業的醫生 完全可以把他分辨出來 還有抑鬱症也有很多兩表 我想問如果老人家已經發現 他有一、兩次出門 是不懂得露回家 應該怎麼辦呢 老年充滑的病人 如果他是早期輕度、中度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單獨處理問題 還可以自己出去 幸好我有個老人家就是這樣 他每天接送孫子上學 他每天都走那條路 每天都走那條路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那天那裡車禍 重大車禍 他就走一條平時不走的路 麻煩了 接了孫子之後,不懂得回家 所以老年充滑的病人 如果他每天做的事 每天走那條路 你就讓他這樣走 你千萬不要轉個彎 但天有不測風雲 就像你說的 遇到車,萬一出這種事也挺麻煩 所以我們以前一直叫病人 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 掛蟹 把家人的聯繫電話、名字 釘在三度 或者是老人證的牌 但很多老人家不肯 就說你動我甚麼 不肯 這個黃手環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選擇 選擇 萬一他真的迷路了 我們在路上看到 大黃手環的人 我們可以主動關心他 最好想問一下 老年痴癌症的患者 如果作為家人 在家裡應該怎麼照料他 例如飲食那方面 有沒有甚麼主意 老年痴癌症 有甚麼不能吃的 飲食呢 我剛才說了 一個就是容易消化 營養要均衡 還有蛋白是容易消化的 老人痴癌 再有一個就是 預防我們心腦血管病的 所有的那些因素都要預防 比如說我們不要高糖 不要多鹽 不要高脂 不要多油 等等這些都是 因為我們剛才一直都沒有說到 老年痴癌 他發病的一些所謂的危險因素 甚麼情況下容易發病 其中就是高血壓 糖尿病 高脂 肥胖 這些都是容易老年痴癌的 所以我們要預防 一些這樣的飲食 現在慢慢慢慢 國際上研究了很多出來 有一個我覺得很欣慰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太極權 中國人的太極權已經明確 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都明確 對於治療、老年性痴癌 和柏金心事病 是有明確的療效的 幫助 所以我覺得如果老人家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先練 練一下太極權 這個生活的飲食方面 注意不要少用的銅煲和銅鍋 為甚麼 金屬 我聽說重金屬的攝入 是會增加我們患老年痴癌的風險 是…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打火鍋 很喜歡用銅的… 即是擦羊肉用銅鍋 銅盤蒸雞之類的 那些比較少用 老年痴癌的病人 就不要用這些器皿 大筆手鋼有否影響 應該是問題不大 好 說到這個飲食 剛才教授說到 高油、高鹽 當然不適合老人痴癌症 但如果年輕時吃得多 是否有影響 有人說油條 似乎跟老人痴癌症有些關係 一起看看今天第三條短片 吃早餐, 吃餃子, 今天早上 終於不用吃油條了 今天怎麼不買油條 沒想到煎炸東西 今天早上吃粥送餃子 吃飯的, 每天都是油條、白粥 吃得多油條會老人痴癌 聽說 吃什麼好, 老人痴癌 喝咖啡, 一天喝一杯咖啡 可能可以預防老人痴癌症 小方的爸爸很喜歡吃油條 每天早餐都要買, 小方很擔心 因為聽說吃得多油條 容易得老年痴癌 於是叫爸爸喝多點咖啡 說喝咖啡, 我這麼容易患老年痴癌 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因為油條有名凡 名凡是有女的元素 對… 因為我記得若干年才看過 重金屬的試入 對於以後患老年痴癌的風險 是會增高的 所以我會覺得吃油炸鬼會有影響 向教授求證一下 這個油炸鬼跟老年痴癌 究竟有沒有必然的聯繫 應該說是多油的飲食 只是代表油份比較多的飲食 煎炸東西 多油的飲食, 剛才已經說了 就是容易會有危險因素 儘量少吃多油的食物 但你說吃油炸鬼 是否真的會得老年痴癌多一點 又沒有這樣的數據去證明它 但咖啡確實是有所謂 幫助 幫助 預防老年痴癌 但咖啡並不是狂喝 你一天一杯仔 狂喝又會出現其他問題 中國人經常說 要多吃補腦的食物 剛才教授也說 腦力的狀況、腦的狀況 跟老年痴癌有關 例如中國人的飲食 例如核桃、芝麻等等 補腦的食物 對於預防或減緩有沒有幫助 肌果是對腦部的神經 好像是有用的 因為裡面的含身比較高 我們知道身高 對記憶力的保護是會有幫助的 但芝麻等其他 是否對老年痴癌預防有幫助 從國際上就沒有這個數據 謝謝潘教授 也謝謝三位嘉賓 今天我們算是深度認識了 老年痴癌症 雖然這種症狀有點可怕 但也有些功夫可以預防 例如日常生活、飲食等等 很希望年輕一輩可以為自己 以後的老齡生活多做一些規劃 不要說視义、任性地去過 自己年輕的歲月 導致老年痴癌 可能真的會引來這種疾病 真是追悔莫及 是,萬一家人不幸有這種疾病 更加要多給內心和愛心 以及及早進行評估 這樣才可以將疾病 預防在早期的階段 因為你的關懷和照顧 會否決定家人的壽命 畢竟老年痴癌症 在好的關懷之下 壽命可以延長十年多 好,謝謝你關注今期的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紛紛 記得留言我們的微博 下期同一時間再見